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底我们部门几个人去聚餐 到了饭店 小王先去看有没有座位 我们在车里等 远远地看他和一个人在饭店门口说话 那个人的背影很像前段时间从我们单位离职的礼宾 他扭头朝我们这边瞟了两眼 匆匆走了 吃完饭回到家 看到微信上有一串未读的消息 姐 今天看到你 我没好意思和你打招呼 见谅啊 两个月前我辞职时 你苦口婆心挽留我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自己的主管利益 你说我现在还年轻 刚刚参加工作两年 还扛不起大旗 就是有机会也不属于我 你让我好好工作 再过两三年 如果再有好的机会 我想走 你绝不拦我 唉 想想自己真狭隘 竟那样想你 我跳槽来这边工作后 一切都不太顺利 人家根本不缺我这样一瓶子布满半瓶子逛当的技术人员 人家要的是塔尖上的人才 姐 我已经打了辞职报告 这次是被迫的 没有办法 这段大旗我扛不起 我自己不走 人家也会另谋其他人选 到时候会更难堪 我记住你的话了 先去准备好自己 再寻找机会 姐 不要和同事们说 大家会看我笑话的 看完这段信息 我长叹了一口气 给我留言的正是前同事李斌 今天饭店门口的那个背影 她是理工大学工科班的大学生 我亲自从校园招聘来的 她的专业在我们这种科研生产型单位正对口 一来就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两年时间 我眼看着这小伙子 从一脸青涩到能独立负责项目 很替她高兴 可是在她一次短期行业会议期间 认识了同行业一位老总 这位一面之缘的老总和她试探说 自己那里正招技术人员 待遇很高 心气正足的李斌就动心了 一心想辞了职去挣高兴 我好言相劝了几次也没有拦住她 只好由她去了 谁知她去了那里根本挑不起大梁 只好在灰溜溜被迫辞职 是啊 人这一生中总会有遇到几次机遇 也许有的机会稍一犹豫就会从眼前溜走 可抓的时候 你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接得住才行 当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 幸运之神会在哪一个瞬间降临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准备好自己 你能抓住的机遇才叫机会 我的闺蜜小白嫁给了富二代的初恋 老公对她非常好 给了她锦衣玉食的日子 她说只要把孩子带好 把家管好就行了 别的什么都不用小白做 可小白总觉得这样太浪费生命 不能把专业随便丢了 她大学是德语专业 在带娃空闲时又开始拾了起来 很多姐妹都说她不会享受 放着富家少奶奶不当 非吭哧吭哧啃书本 她说学习这东西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用到哪里 自己学了这么多年德语 丢了怪可惜的 后来她老公的公司在春天的时候 和一家德国公司有了合作意向 但却一个既懂商务又精通德语的人 小白的老公根本不知道 自己妻子这几年在学德语 回家愁眉苦脸和小白念叨这事 小白主动请英 负责这个项目 最终合作非常成功 如今小白已经在家族的公司里 如鱼得水成了项目经理 经常满事皆非 她说 其实自己最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 年纪轻轻就养尊处优 一眼看透一辈子的日子太没意思了 是的 生活的精彩从来都只青睐于那些时刻准备着 努力着的不甘一成不变的人 你不要因为看到好的结果才去努力 而是足够努力了才有资格得到好的结果 很多时候你纠结埋怨的所谓怀才不遇 既不是薄乐眼拙 也不是围观者一页账目 而是你还没有真正修炼出 吹杀剑金 令人刮目的看家本领 我的平台有一位主播桃子小姐 在刚刚认识我的时候 正是事业最低迷的时期 她因坚持原则得罪了上司 在一次录制节目时出了一个小差错 上司拿着事做文章 让她回家带岗 每天早上老公去上班后 桃子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回到家面对着空荡荡的大房子 她的心底就会生出太多的绝望 觉得自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了的人 那些日子她经常会不停地问我 自己该怎么办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 她的焦灼不安 我告诉她 你的专业是播音 就是待在家里 这项技能也不能丢 一定不要放弃 谁都有遇到坎坷的时候 都会过去的 接下来的日子 她渐渐变得比上班还忙碌 天天接一些录音的活 有事忙到深夜 过了半年时间 她和我说单位换新上司了 她誓言自己一定不错过这次机会 一周后桃子来和我报戏 这次竞争上岗 她的成绩在全台第一 谢谢我对她的鼓励 一直坚持努力着 如果当时自暴自弃 结果肯定不堪想象 重新回到台里的桃子 更加勤奋 一切拿下了几个奖项和证书 简直像打了鸡血一般 前段时间更高一级的电台选主播 桃子报了名 出事很成功 她现在正在那里的某个频道 客串主播 算是实习吧 那天她和我视频聊天 她说如果没有意外 自己会被调到这里工作 我看到她的眼里光芒万丈 是那种努力后 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充满无限力量的光 其实无论是那些 正在云端成名成家的人物 还是我们身边这些普通人 所有光鲜的背后 都曾熬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夜 你逐渐变好 世界才愿意为你的努力和能力买单 无论是哪种回报 都是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我们总是希望能被世界温柔相待 但这个世界上的温柔本就有限 凭啥会落到我们头上 养得深根才能夜貌 聪明的人都懂得先准备好自己 什么是幸运 就是当你准备好时 机会恰巧抛来绣球 你正好有本事接得住 只有万事俱备的时候 才有好风凭借力 送你上青云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见不散 在路灯光的波浪里 雨滴一颗一颗落成细线 穿过车窗的缝线 落在我的脸上和眼睛 巨黄色灯 巨黄色灯 巨大的光 云啊 一个街 一个经过我们 我就这样 恍惚着 听见你 清涂出心里的秘密 陌路灯 具备 唱起跑掉的老歌 窗外的雨水啊 纷纷落进你的眼里 音乐 音乐 曲纷纷 互动伸出 不足的饭 点了一个杠杆 靠窗的安全座位 不高兴的时候就来这里 缓缓沉入内心的湖地 在图书馆最喜欢的书里 偷偷留下电话号码 会不会啊有人打给你 你又会如何去回答 陌路的人具备 唱起跑掉的老歌 窗外的雨水啊 纷纷落进你的眼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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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